嗨,大家好,又是我了 那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下 纯粹想就是也是一个分享吧 以前呢 我是一个情绪特别不稳定的人 虽然现在我也会有一个倾向就是 很容易有情绪的时候 我一个人就会陷进那里 然后其他人就会觉得身边的人也会感触到 是这么强的一个情绪会陷入的 有时候就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尤其是最近我就 因为我生活上的一些改变 我就更发现到我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也在非常努力的去打进我这方面的问题 从小呢我就是一个特别内向 特别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情绪的人 然后很多时候呢 嗯 我觉得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嗯 就是会有个倾向把不好的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就是把自己生活上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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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给身边的人很多时候 反而对外面的人 苛刻起起回到加州 负能量 爆满的那种 我以前小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我们亚洲人嘛 或者说中国人 我们是习惯性把东西都藏起来的 习惯性把一些不好的情绪 一些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不会鼓励我们去说出来 从小到大就是你要表现的很积极 在学校呢你要积极翻译 你要开心开朗 那老师就自然会喜欢 同学们也会喜欢 但有时候我们就是不ok啊 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开心啊 是吗 所以懂得去处理情绪 去怎么去理解 去消化自己的情绪 情绪稳定是一个很正规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现在才 才意识到 当然我一直都觉得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 但是 就是近一阵子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要赶紧这个问题了 所以跟大家想 可能想聊一下吧 嗯 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不好的情绪发射 发泄吗 发泄在我们的最亲近男女朋友身上 然后 兄弟姐妹或者爸爸妈妈身上 因为他们 是我们亲人嘛 你知道他们不会离开你的 是吧 你知道他们是 无条件 所谓无条件的去 嗯 爱你去跟你在一切 他想吃深一层 凭什么对你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这么 这么 无力去闹了 这么 没礼貌了 这么 坏了 反而对外面的人 一些可能对你认知没那么深的人 对你 平时的爱没那么多的人 凭什么对他们有那么好呢 是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东西就反过来了 然后 其实我上大学 后呢 我就好很多了 我就反思到自己 原来大姐 我自己把自己一些很多的愤怒 我不懂怎么去发泄它出来 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消化 所以我用一种很不好的方式 透过冷不暴力啊 透过一些不好的方式 去伤害到我身边的人了 伤害到我的家人了 所以有时候有情绪呢 情绪不是错 但是你懂得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把你自己内心的不满去表达 以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现在拍视频 也是一种表达 是吧 一些日记 你去说出来有什么不满 比如说你家家家 跟家人一起住的话 你难免会有一点摩擦吧 你就把那个说出来 去表达 不要用一些冷暴力啊 一些不好的方式 用说话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所以一个人懂得怎么去表达自己情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因为如果你不表达 你就是透过一种内耗的方式去消化掉你的情绪嘛 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 首先你表达 你就是帮助你自己去消化这件事情 如果你就藏在心里面 就一直轮回 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一直在无限的放大 其实他并不会帮助你自己去处理这个东西 这是我近几年特别大的一个感受 所以说我们有情绪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有情绪意识到第一 我有情绪了 第二 你要去理解自己 可能是一些原生家庭问题 可能是一些你累积下来 你的人生经历累积下来的一种愤怒 可能是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frustration 可能你是对你自己生活的状态不满 也有可能 也是一种警示 可能提醒你要变了 你要一些 change 你要去行动了 也是一种你心里面的一种愤怒 就是对你自己状态不满的一种 所以觉得第一来说 你首先不要把那个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 第二来说就是对自己好的话 就是了解到自己为什么会生气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所在 然后从而去疗愈 可能是你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令到你对现在发生这个这个点 这个出发了你这个 这个情绪所在 所以第一点就是要realize that 其实情绪 is ok 每个人都有情绪 其实重点就是在于你怎么去处理这个 这个事情 然后发现当你只是去面对它的时候呢 才是最爽的时候 因为你会开始发现到 你自己会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整件事情 你会意识到 哦原来 我是这么想的 原来当我发现这个 嗯这个情绪的时候 我内心的那个出发点是这样子的 出发就发点 那个原来以前的某些经历 让我现在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阴影在 嗯 我觉得任何时候来说呢 你去了解自己多一些 永远是一个好处 而且 它会帮助到你下一次 在有这种情绪的时候 或者不同的情绪或者 whatever的时候 你会更容易去控制自己 你会控制到自己 哦这个事情 不关别人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情绪 我不应该把它发现到别人的身上 你会意识到这个事情 那下一次你去处理的时候呢 你会更懂得去处理 更懂得去怎么样去消化这个情绪